这为什么一点味道都没有 不是说是甜的吗 原来如此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孙嘉 关于这个西双版纳的椰子的问题 原本我来这里的时候觉得 这里竟然水果那么多 肯定很便宜 而且网上也是这么说的 然后到了这里以后呢 买到坏的买了两次 还有一次 价格买的特别的贵 我以前在河马买一个椰子 也才9块9 他这里卖食物 然后还不新鲜 现在就去他们这儿的水果批发市场 看看批发市场的椰子到底怎么样 小孩没有吃早饭 现在这里随便吃一点 无论如何我先来一碗豆浆 再吃个炒米干 炒米干就是随便找一家店都好吃 一个早餐豆浆 加一个午餐的米干 就是我的早午餐 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水果 我没有见过 每个都要尝一尝 也不光是有卖水果的 还有卖一些土特产的 这边应该都是挺多一起卖的 我可能单买过 哎 这边涨10块钱 老板 这个 我拿一个尝一下 骨饭 这个椰黄和椰子有什么区别 就是椰黄和椰子有什么区别 就是椰黄和椰子 然后再还可以吃里边的椰露 然后拿一圈 走一圈回来 我再给你开椰 好 谢谢老板 好喝 这个比我在那些所谓的批发市场 买的好喝多了 我没有见过这么多香蕉 红香蕉没有尝购 前面还有卖果干的 后面这一排都是卖榴莲的 还有卖菠萝蜜的 菠萝丹卖了 先三个 这个手不拿银 这15块一个那20块一个 好吃 我来尝尝这个恶魔果 那是这样掰的我觉得 哇 哇 里面是这样的像一个花瓣一样 然后变成Luffy的 有点点像山竹 因为它的果肉都包在那个籽上 像这样有点难咬下来 吃一下剩下的 不甜吗也 这又被坑了吗 在这被坑了 我是不是应该回去找这个浙江老板开的店 拍一下椰子 然后顺便问一下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谢谢老板 谢谢 顿之用的就是这个椰子 对 这好像比一般的那种要嫩一点 是不是 越绝越香 你绝绝喝 试一下 这为什么一点味道都没有 不是说是甜的吗 原来如此啊 太搞笑了 我买了6个椰子 最后老板给我便宜了 因为我说 我也是这个当然 老板这个佛手怎么卖 12块钱 我就切一半给你 那切一半给我吧 哦 是这样的 有点像柚子 还有黄色的喉咙 一样我补 我海参锅好像吃起来也不是特别好吃 我之前吃过 这个香蕉你能少卖两个给我吗 不要 三个 三个 云南红椒 三年才结一次 三年才结一次 就看上去就很甜的样子 这香蕉很糯 这很细腻 那香蕉还是值得一买的 尝一下这个佛手 哈哈 这太搞笑了 这个东西 直接吃啊 好苦啊 这感觉可以泡茶 有种中药的味道 感觉已经麻了 这个皮感觉是那种柚子 橙子 各种这种相似相近的这种食口的皮 一个总和 味道就特别特别的香 嗯 里面果肉吃起来有种甘甜的感觉 看上去很像柚子皮吧 柚子皮有点囊 然后又不囊 里面还挺好吃 我跟你们说 他刚刚那个佛手其实坏了 然后我看见另外一边是坏的 我没说话 我想尝一下 所以我第一口那个苦 是因为我尝到那块坏的了 我现在整个嘴巴周围都有一种烧桌感 哎 老板也不容易啊 把嘴里的味道涮一涮 罗罗宾屋我来啦 到了 刚吃的比较多啊 所以最后就点了一个泡鲁达 点了你们刚刚推荐的一个凉粉 这个鸡蛋果还没来得及吃呢 就在海南吃觉得特别好吃 里面就像那种鸡蛋黄一样 那种真干了的鸡蛋黄 嗯 就是这个味道 绵密 唯一的确实是它有一点点干 这个做冰沙肯定很厉害 这块牛肉果的达椒 这点像板栗 哇好好吃啊 就是这种感觉 哇 泡鲁达 也跟我之前两天在夜市吃的不太一样 这里面放了好多料啊 好可爱 最好吃就是这个晒干的面包了 要泡在这个里面 嗯 好好吃 这有点酸奶的味道 跟我上次喝的那种纯椰子不太一样 嗯 这个面包比较好吃 好厉害的样子啊 这个两色 哇好多花生啊 哇还有冰块 吃下这个两颗 有两种不一样的 一个是这种我们平常会吃到的 这是米凉粉 是米做的 这边真的很会吃米 米凉粉要更黏一点 嗯 我喜欢米凉粉 吃饱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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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